蕉糖布丁 我們今次想做一個蕉糖布丁 我們首先準備的材料是做蕉糖 這個糖普通有白砂糖大約80克 水這裡是25克 我們首先將水倒入砂糖 搖一搖,讓它的砂糖吸收 把水吸收 把水都吸收 首先我們開中大火 中大火慢慢煮 慢慢煮至起泡 把水倒入砂糖 記住在煮焦糖的時候 不能動它 隨便煮 讓它慢慢煮 如果煮焦糖 煮得不好 不用煮焦糖 我們準備四個杯 用盤裝著四個杯 這個杯 大約可以放到100克的液體 讓它煮焦糖 煮焦糖 煮焦糖 然後再倒入杯 焦糖開始大滾 我們現在關小火 用小火 慢慢煮焦糖 一樣是不用煮焦糖的 慢慢煮焦糖 煮焦糖 煮焦糖 準備其他材料 蛋兩隻 淡忌廉 大約120克 牛奶 鮮奶 120克 糖 大約40克 但如果大家喜歡甜一點 可以多加一點 都無所謂 好 我們先等焦糖煮好 焦糖就開始煮滾了幾分鐘 現在開始已經微黃了 如果大家想過 顏色是幾深幾淺 就自己控制了 倒入杯之前 顏色就會比較淺 但是倒入杯中 冷了 就會比較深色 所以顏色方面 你們自己喜歡多深色 就多深色 OK 我喜歡這個顏色 所以現在可以倒入杯中 小心點熱 這些糖很熱 倒入杯中 鋪著它 我們就可以做其他東西了 我們就可以做其他東西了 好 這個鍋 就用一些冷水浸著它 它很快就會洗掉 不要緊的 OK 我們的焦糖就做好了 鋪一塊布在盆底裡 不用等杯子有滑來滑去 這樣好 那個蛋呢 我們也都發均勻了 這樣就加上這個糖去 又是攪勻它 蛋漿和糖就攪勻了 那我們呢 將這個奶 淡忌廉 就倒入鍋子裡 然後呢 就拿去煮 煮到它還沒滾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呢 就煮到它 不需要大滾的 少少暖 還沒滾 這樣就可以了 熄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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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慢慢倒入這個 正話的蛋漿那裡 倒下去 一邊倒一邊攪 一邊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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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勻它 好 我們攪拌幾下 我們攪勻了之後 找個隔篩 夾了些渣 然後呢 就可以倒入杯裡了 焗爐呢 就用160度 預熱15分鐘 平均這樣倒了 倒入這四個杯裡 然後呢 就準備一些熱水 我們呢 就把熱水 倒入這個盤裡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拿去焗了 即是好像做肉髮那樣來焗 好 我們可以拿去焗的了 我們放了焗爐去 再熱水來焗 這樣呢 大約 20至25分鐘呢 我們用160度去焗 好 我們開始了 那我們的 焗糖布丁 又焗好了 拿出來 放在涼架裡 先放涼 然後放進冰箱 冷凍 冷凍 更加會好吃的 小心點 好 我們等它放涼 然後放進冰箱 我們已經冷凍了 可以放進冰箱 如果大家不喜歡隔夜 也可以放進冰箱 冷凍三個小時以上 就可以拿出來吃 那呢 怎樣倒出來呢 用刀仔 在邊緣那裡 割一割 或者用牙籤割一割 這樣就可以倒出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拿去冷凍它 那我們的布丁呢 就冷凍了 用刀仔 在旁邊這樣 切一下它 然後呢 就倒扣在碟上 這樣就會倒出來 那我們的焦糖布丁 又完成了 脫了沒有了 看上去好像很複雜 其實是很簡單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做 拜拜